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年一时 地处热带的海南省昌江离族自治县 却依旧温暖如春 离族的阿哥阿妹们更是欢快起舞 庆祝新的一年到来 你看他们前面离族朋友们特别热闹 我们过来看一下 我们这是在干啥呀 过年 过新年 跳竹杆舞 竹杆舞 每当新年节庆时 在竹杆有规律的碰鸡声中跳跃起舞 是离族老乡们极具仪式感的庆祝方式 当然 除了欢快的舞蹈 一顿充满家乡味的美食 自然也必不可少 那在昌江离族自治县 迎新年的餐桌上 会有什么特别的食物吗 奶奶 像我们昌江县 如果过年的话一定会吃啥呀 我们的是鸡肉 猪肉 牛肉 还有羊肉 乌烈的羊肉 乌烈羊怎么做最好吃 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拿来找白斩 最香的 白斩的乌烈羊是什么味道的 不知道 你没吃过 我也没有 你吃过 错了 我忘记了 鸡肉的口感 羊肉的香味 离祖老乡告诉探寻小分队 在昌江有一道极具特色的年菜 叫做白切乌烈羊 可我们都知道 羊肉通常会有一股山味 这白切能好吃吗 最奇怪的是 他们说这道白切乌烈羊 不但拥有羊肉的香味 竟然还有鸡肉的口感 这到底是一道怎样的年菜呢 我们来到一家餐馆 白切乌烈羊是这儿的招牌菜 几乎周周必点 可眼前的白切乌烈羊 不但看起来寡淡 还带着皮在吃 这真的能好吃吗 而且敢挑战白切做法的羊肉 已经很少见了 竟然还带皮吃 我们真是越来越好奇 这乌烈羊到底有何特别了 而厨师钟师傅 这个时间正好要去市场挑羊 探寻小分队打算一同前往 现在这个钟师傅呢 他是带我们来到了他们当地一个 卖这个乌烈羊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去挑选一下 可以做白切的 对 我一直经常来这里买羊的 我们就来买羊了 买羊的是吧 我们老顾客了 我们这些羊全都是乌烈羊吗 是 乌烈羊 全部都是啊 是 全部都是 老板告诉我们 眼前这群体型小巧 尾巴上羊的黑山羊 就是我们要找的乌烈羊 因为乌烈羊生活在全年无冬的海南省 所以皮薄毛短 不但不需要像绵羊那样 扒皮后再烹饪食用 还能让消费者尝到羊皮的别样口感 可这群乌烈羊 看着跟普通的黑山羊 并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在我们的印象中 相较于绵羊 山羊的山味 一般都会比较重 这白切乌烈羊的味道 真的会好吗 正当我们疑惑之时 眼前的羊突然变得不安分起来 可真没想到 这群乌烈羊还有爆脾气 就连羊群中非常不起眼的小个子们 也不甘示弱 一个看不顺眼 就要过上几招 无论大羊还是小羊 乌烈羊的性子 倒真是挺烈的 那是不是越能打 越爱打的羊 肉质也更好 更适合做白切呢 这么多羊 选哪一只羊 回去做那个白切的羊 来 我来给你抓 这件厨师钟师傅 不到十秒钟 就选好了一只羊 更是趁着羊不注意 直接把羊逼溜了起来 还告诉我们 如果做白切的话 这只乌烈羊的味道 肯定是最好的 这这么多羊 这只羊感觉 看着也没有说特别好玩 我感觉它体格 也没有那些羊大 这只羊质量很好 也是最贵的 六十块钱一斤 这要六十块钱一斤啊 可真没想到 钟师傅竟然在 这么多乌烈羊中 挑了只个头最小的 还说这只在羊群中 非常不起眼的小个子 能卖到六十元一斤 可明明这卖的都是乌烈羊 凭啥它就最贵呢 我们询问了杨老板得知 这群乌烈羊一斤的价格 竟然在三十元到六十元不等 既然都是同一品种的羊 为何价格会有如此差异呢 这只小个头的乌烈羊 味道又到底怎么样呢 回到餐馆 我们发现钟师傅烹饪羊肉的方法 更是简单 这一大锅清水里 竟然只加了姜片和小葱 就开始炖羊肉了 而在羊肉的炖煮过程中 钟师傅也只是放了些盐条味 就起锅 剁块 装盘上桌了 白切乌烈羊的做法 竟然如此简单朴素 真的能好吃吗 你好 这是我们白切乌烈羊 好 谢谢 哇 这还真的是白切 真的是纯纯的白切 什么都没放 上面就放了几片香菜 而且它真的是带皮吃的 这个皮还挺薄的 除了几片香菜 这盘白切乌烈羊里 几乎不见任何配料 这看着如此寡淡 还带着皮的羊肉 真的能好吃吗 就在我们疑惑之时 发现除了白切羊肉 服务员还端上了一些调料 这些调料又是干啥用的呢 在我们海南只要有这个白切的 不管是白切羊肉 或者白切鸡肉 必须要必备的灵魂四部曲 灵魂四部曲 对 把这个小米辣 蒜 然后酱油 最后呢 我们最灵魂的小金桔 因为呢 它这个酸可以代替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醋 一叠极具海南特色的蘸料调好了 那白切乌烈羊的味道 到底怎么样呢 哇 这块羊 这个皮的话 我以为会很硬 但是它真的很软 像那种果冻一样 对 就是软软糯糯的 很好嚼 对 然后这个肉也真的是特别嫩 对 我最喜欢就是它那个胶感 一份不加修饰的白切羊肉 吃起来不但没有羊肉的山味 还非常鲜嫩 探寻小分队亲自品尝过后 可算是理解了 为啥当地老百姓形容白切乌烈羊的味道为 鸡肉的口感 羊肉的香味了 可话说回来 做白切 为啥要选这种小个头的羊呢 而且乌烈羊作为山羊 是怎么做到白切也不山 肉质还这么细嫩的呢 我们还得继续溯源 小身板的乌烈羊也有大能量 奇怪铃铛搏上挂 到底有啥用 来到了乌烈羊羊之场 我们本以为能够见到大片乌黑的羊群 可是眼前的卷舍里 竟然一只羊都没有 羊都跑哪去了呢 是不是在上面 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 这里边有羊啊 这个羊为啥是养在二层楼里边 而且特别奇怪的是 他们这个羊这个墙修得很高 就里边封得死死的 就基本上窗户也开得特别小 这么小个窗户 你说羊在里边能通风吗 我们明明记得 先前见到的乌烈羊体型小巧 身材也并不高大 为啥不但让它住眷舍的二楼 还要把羊舍的围墙修这么高呢 难道是为了防止周边有野兽出没 跳进羊圈吗 我们还是得找个人问一下 为啥你们这个围墙要修这么高呢 这羊羊的墙 这底下还是空着的 整个高是五米 羊岁就两米二高 羊岁的一层是两米八 主要是防那个羊跳出来 同时还有防风害羊感冒 那不然你不搞那么高的话 跑出来就跑丢了 养殖场负责人谢辉告诉我们 将羊设悬空两米多 可以将羊的居住环境 跟粪便隔绝开来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 乌猎羊感染疾病 可是这群羊身高最高的 也没有超过一米 真的需要两米八的围墙 来防止它们跳出来吗 我们现在是给羊设置了 这样一个大概八十厘米的栅栏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羊能不能轻松地跳过去 真没想到 乌猎羊在这么一个小空间里 还能跳近一米高 谢辉告诉我们 如果有助跑的话 就算是近两米高的围墙 乌猎羊也可以轻松越过去 还真是看不出来 这个头不大的乌猎羊 跳跃能力还真不赖 这群小个子的羊 是怎么练出跳跃本领的呢 我这个羊 大哥 我们现在这个羊出来了 准备把它赶出去了吗 是准备赶出去 但是现在你帮我个忙 帮我个忙帮我拿住 这个是啥呀 等一会你帮我个忙 我先抓羊去 抓羊 等等 我们现在不是要去放羊吗 怎么又开始抓羊了呢 现在不是要赶出去吗 为啥要抓羊 你看你就知道了 来 抓哪只啊 就抓在这 你能抓到吗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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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是要干啥 给个铃铛给我 铃铛给你 这是铃铛啊 这个铃铛给它挂着 有啥用啊 为啥挂铃铛啊 等一下赶出去就知道了 大有用处 这个铃铛还大有用处呢 铃铛能有多大用处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 谢辉在给这只羊挂好铃铛后 竟然又把它给放了 然后又挑选了几只比较健壮的羊 同样在它们脖子上挂了这个奇怪的大铃铛 这些铃铛到底能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就这样把羊往外面擀就算了 我们本以为放羊只要在羊群后面擀羊就可以了 可没想到的是 在养殖基地还乖乖不乱跑的羊 这刚一出门就一股脑子冲了出去 跑了近十分钟 我们可算是追上了这群羊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刚慢起来没一会儿的羊 又跑了起来 眼前的杂草都快跟我们人一样高了 羊跑得又快 我们压根就看不见羊 为了避免把羊跟丢 我们生起了无人机跟着羊群 可真没想到 这群无猎羊还挺机灵 用无人机跟着他们 竟然也能跟丢 羊都不见了踪影 这可咋办呢 他们这羊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们刚刚用那个无人机 跟的时候也跟丢了 飞在天上都看不见 那这羊都跑丢了 他还不着急在那边站着呢 不用担心 羊跑丢了 我们都急得焦头烂额了 谢辉居然还一脸淡地 而且无人机在天上都看不到羊群 我们在地上视野受阻 真的能够找到羊吗 这么大一块地 你为什么就知道一边往那边走呢 相信我 跟着我走 跟着你走 总会没有错 羊应该就是这里边 那里边 在山里面 我这左看右看 我也没看见什么羊 正在这里边 明明连羊的影子都没见着 谢辉凭啥就这么坚信 羊群在这片丛林当中呢 您是怎么发现 这个羊就在这里边的 这哪有羊啊 我们跟着他 继续往丛林深处 走了近十分钟 除了跟人一般高的杂草 愣是啥也没有看到 在这里面 真能找到羊吗 就在里面 我这怎么觉得越走越不对劲呢 这都是什么地方 羊真在这里边啊 在这里面 在这里 公开导演器 我看着 那羊真在这儿 没想到 羊群居然真的躲在这片丛林中 可奇怪的是 我们一路找过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呀 谢辉是怎么确定 羊就在这儿的呢 你这有点厉害呀 这个跟那无人机都找不到羊 你是怎么找到它在这儿的 刚刚早上 我们带了那个羊的铃铛 铃铛 听到叮叮叮叮响 我就过来了 就在这里了 您是说 所以刚才说 路带你过来没有告诉你 原来你就是听着这个铃铛找羊的 对吧 对 原来放羊前 给羊脖子上挂的奇怪大铃铛的用处 就在这儿呢 谢辉告诉我们 乌猎羊从小放牧 在这些丛林中奔跑 所以练就了一身跳跃的本领 而且跑得还快 所以特别容易跟丢 给它们带上铃铛后 羊就算是跑丢了 也能顺着铃铛声找到羊 乌猎羊每天在外放牧的时间 是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不断走动跑动 让它肉质紧实 并且皮下脂肪少 这样有助于减少羊肉本身的山味 可是要想做到白切也不山 那跟羊每天在外面吃的丰盛大餐 有着密切关系 那羊它这么长时间 待在外边 它是吃什么呢 只要羊 看到树叶啊 草啊 什么都吃 包括玉米结杆 我们现在赶来到地里 地头的玉米结杆也可以吃 我们人也可以吃 这个人也可以吃 跟甘蔗一样 我先吃 很甜 那你也试一下 这可以吃吗 体验一下 食物蛋白很高 糖分也很高 是挺甜的 像我们海南羊 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青草 在这边的一个是 雨水少 高温 那羊的山味就基本上没有 原来乌猎羊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山羊 就算白切也不山 跟海南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地处热带 没有枯草期 乌猎羊生活在这儿 一年四季都能放牧 并且能吃到新鲜的青草和树叶 而且除了常见的草种 这里还有不少热带特有的植物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才造就了乌猎羊白切也不山的特点 可话说回来 都是同样的养殖方法 做白切 为什么就得挑小个头的羊呢 它的价格又凭啥最贵呢 乌猎羊的价格到底有何玄机 离族村寨过年吃什么 长桌宴上美食多 在昌江离族自治县的离族村寨 迎接新年的味道 从清晨就开始了 离族的阿哥阿妹们 要准备一桌长桌宴 这是离族宴席中最隆重的仪式 而在此之前 我们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 我带你去抓羊 我们这边过年都做长桌宴 长桌宴上来一定要有羊 现在去羊圈选一只羊是吗 对 我带你去羊圈选羊 对 我们现在是要选羊对吧 对 哪只 就那么大的 离族阿妹告诉我们 这只羊大概有十七八斤 在长江 白切乌猎羊 大多都是选择15到20斤的乳羊 而这个斤术的羊 大多只有几个月大 所以肉非常的鲜嫩 山味小 是最适合做白切的羊 味道也是最好的 价格自然也更贵 羊肉作为今天餐桌上的主角 自然要早早下锅炖煮 大柴锅给足伙后 锅里便充满味道 既然是庆新年 餐桌上怎么能只有一种肉呢 鸡肉 猪肉 牛肉 肉类的丰富程度 体现了离族同胞们 今年丰收的成果 另起一口大锅 将各种肉类一同炖下 看似简单粗广 却体现了离族同胞们 对食材本身的自信 就在炖肉期间 另一道美食 正在离族同胞们 铿锅有力的歌声中 孕育而生 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美食啊 我们做的个糯米饼 糯米饼是离族传承已久的美食 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制作 也是长桌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新鲜蒸熟的糯米 倒进食旧里反复用竹竿冲烂 看似简单反复的动作 却蕴藏着别样的含义 我们这个要把它冲成什么样 练练的好 团团圆圆 亲情有情 团结有爱 所以我们这个是 必须得几个人一块冲对吧 对 你种它都不粘在一起 怎么融合了 必须粘在一起就是融合 是吧 对 好的 来 一二 刚充好的糯米最粘稠 必须趁着热气赶紧搓成长条 而用一条长长的细线 将糯米分成一个个糯米剂子 干净利落 充分体现了离族同胞们的智慧 糯米饼的制作需要全家人合力完成 一个个糯米剂子分好了 另一边的家人们迅速接过接力棒 赶在糯米放凉便应前 把它压扁成形 撒上黑芝麻 每年我都会想把爸爸妈妈一起做这个 给我看一下你做的 这是糯米饼 此时大铁锅中的羊肉 已经炖得肉嫩骨香 随时准备出锅了 一张长长的木桌上 铺上芭蕉叶 嫩绿的叶子上 直接铺满各种美食 既为桌 也为盘 极具离足饮食文化特色 而这看似随意摆放的食材背后 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这个肉的是有四种肉 牛肉 猪肉 羊肉 鸡肉 是代表我们的 李祖同胞的出牧业发展 养得很精工 大家就把这肉来大家享受 这些是五股丰收 糯米饼是代表我们团团圆圆的 迎接新年的同时 也是送别旧年 这是家人团圆团聚的时刻 大家聚在一起 享受过去一年的劳动成果 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